3月8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全军官兵通过电视 新媒体等平台 第一时间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并对相关指示要求展开学习讨论 作为驻守在祖国东南沿海一线的部队 我们一定要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练经战斗本领 练强指挥能力 不断夯实训练基础 推动战训偶合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作为基层一线指挥员 我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 把工作重点放在练兵备战和边境管控上 带领全联官兵 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投入到戍边守防之中 用实际行动 为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战士 就是要始终坚定不移的听党化 跟党走 立足于本职岗位 履习好职能使命 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是延安双雍运动80周年 作为身处景冈山革命老区的一名官兵 我们要弘扬雍正爱民的光荣传统 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和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作为助手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基层部队 我们要坚持从严从难抓训练 不断提升部队实在化训练水平 努力提高打赢本领 履行好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不懈奋斗 会上习主席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是党中央把握强国强军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身处在战卫一线的官兵纷纷表示 一定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 用实际行动为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为推进强国强军事业 奉献出全部力量 作为渡海攻坚的中坚力量 我们将始终以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为指引 以更加饱满的练兵热气 持续投入到练兵备战中 深入研练两栖作战战法训练 在加强单兵单装训练的基础上 不断强化联合作战思维 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 向着倒海踏浪 昂首奋进的两栖先锋 大步迈进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使我们部队官兵深刻认识到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目标中 军队现代化建设 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 我们只有紧紧围绕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持续向心凝聚 向战发力 向南攻坚 练好胜战之功 保持待发之势 才能为巩固提高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提供不洁的强军动能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必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为我们推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在日常训练中 与友邻部队携手创新 有效提升防空作战效能 以打赢冲锋的姿态 为巩固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 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我们作为一支 心智未停支援保障力量 在努力开创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 新局面的具体实践中 必定能大展拳脚 大有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